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是大涨168点 同时站稳了16700点的一个关卡 来到16739 尤其盘中怎么样 盘中再创下16804的历史的一个新高 不管是盘中的高点也好 又或者今天的收盘16739 其实都是同步的创下了一个新的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 那当然创高就是多头 那记不记得这段时间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说大盘目前原本是处在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架构 除非美股连续的一个创高 带动怎么样 带动整个外资必须认错回补 那这样子大盘就有机会怎么样 能够突破原来的一个区间震荡 那你想在我们放假期间 美股包含像道琼 包含像标普500 是不是都是同步的一个大涨 而且同步的创下历史这个新高的一个记录 而且是连续的创高 好 那除此之外 先前弱势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个族群 废半指数也好 又或者纳斯达克指数 是不是也是强力的怎么样 大幅的绝地大反攻 我们就以原本最弱势的废半指数 你看 这段时间它是怎么涨的 好 那既然最弱势的都能够持续怎么样 尤其你看 你以月线的角度来看 几乎怎么样 也是一样 同步的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的一个记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是标普 不管是废半 不管是道琼 连原本最弱势的废半都涨上来了 那你想 外资认错回补的几率 是不是大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带动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以跳空的方式 直接越过了 我说过原本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 结果怎么样 用跳空的方式 直接越过这样的一个区域 代表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 不过 我先讲在前面 即便这是一个有效的突破 你也不要以为 既然是有效的突破 那是不是这个行情 对不对 你看今天已经16700多点 那明天是不是168 那后天 可能这个礼拜就有机会 往2万点去扣关 也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想太多 我说过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格局之后 有机会怎么样 有机会转成是一个震荡盘间的格局 又或者怎么样 进入到另外一个乡型 原本这个乡型是在16000点 上下500点里面做震荡 对不对 那既然突破了这个旧有的乡型 那接下来也有可能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乡型 指数当然是往上走没有错 也是一个多头架构 但是怎么样 你也不要期望目前整个指数 马上怎么样 要连续的再往上攻击 我说过两种情况 要不就震荡盘间 要不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乡型 但是怎么样 今天能够创高 创高当然就是多头 尤其我们看到今天上市贵 上市贵 涨停的加速怎么样 加起来高达79加盘中一度还有超过80加 有没有 这也没有符合 也是先前我告诉各位的 盘面的重心怎么样 依旧在中小型股 那既然盘面的重心在中小型股 搭配着全新的月份四月 对不对 全新的季度第二季 既然是全新的月份 全新的季度 业内法人会有全新的布局 为什么会有全新的布局 因为会有全新的标的 每每在月初 又或者在季度的一开始 研究部门都会把最新的投资组合 提供给操盘部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有全新的一个投资组合 全新的一个标的 当然就会有全新的策略 有全新的策略 当然就会有全新的布局 而有全新的布局 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全新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只要被业内法人所锁定的 哇不得了 对不对 你看盘面上到处都是标股 标股满天飞 还包含了怎么样 记不记得 我在上个礼拜 我在上个礼拜放假之前 还特别预告 我说这档股票 我们的公准第二 有没有 今天有一个最后买点 因为上个礼拜怎么样 因为上个礼拜差一档涨停板 我说差一档涨停板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已经有人也看到 这样的一个股票了 所以这档股票 你一定要把握 它喷住之前 最后的一个买点 所以你看果不其然 今天开盘 今天开盘 是不是几乎就是今天的最低点 而今天的开盘 是不是也几乎就是今天的最后买点 后来就一路了往上攻坚 今天拉出怎么样 今天拉出涨停板 我都事先讲在前面 那你看上个礼拜差一档涨停板 换句话说上个礼拜是涨了9.9% 上个礼拜四涨放假之前 有没有 那今天拉出涨停板10% 两天加起来19.9% 好那已经拉开我们的一个成本了 所以我今天怎么样 我会在节目里面来做一个公开 所以稍后的节目要特别的留意 好那我们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今天上市贵的加数加起来将近80加79加之多 有没有完全是一个标股满天飞的格局 既然是一个标股满天飞的格局 当然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 我今天随便设飞标 我都能够设到标股 我随便设飞标 我都能够大转 对不对 我不晓得各位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必须先问你 如果你认为 在这样的行情架构之下 你随便设飞标都能够大转的话 那我就问你了 第一个 看似盘面上标股满天飞 可是这些标股怎么样 这些标股 你有没有 在发动之前 就先卡位先布局 还是说 你是等到它涨了三天五天 甚至于涨了三成五成 然后你再去做一个 追价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你没有买在起涨之前 即便标股满天飞 你真的能够大转吗 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说我做股票 或者说我在节目里面 告诉各位的 人家每天都在跟你分析 哇 盘面上哪些股票大涨 它为什么大涨 有没有 可是唯独我会告诉你怎么样 我说我从来不标榜 我的股票天天都有涨停板 我也不标榜 我的股票天天都有新的标定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那接下来谁即将要大涨 因为唯有掌握 接下来谁即将要大涨 你才能够在它大涨之前 发动之前怎么样 先卡位先布局 只有在股价还没有上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然后整个市场上来追我们的股票 你才会是最大的一个赢家 不要说什么 茂迪 我3月9号当时在30出头带你买进 有没有带你买在起涨之前 后来一发动 对不对 沿路有机会我们就加码 沿路有机会我们就加码 后来从30出头一路涨到42块8 因为你买在起涨之前 因为你连续的一个加码 所以 随着它的股价从三字头变四字头 你当然会是最大的赢家 但是如果说你等到市场上都在讲它了 已经变成四字头的时候 你再来追价 你自己看看现在茂迪 再整理 即便后面我认同它还会再找 可是比起你的成本在三字头 差别在哪里 你自己看 除了茂迪以外 来我们的一个私房标股 有没有 这档股票我们有没有也是在发动之前 连续有没有 你看当时都在盘下 你是不是买的轻松买的安心 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有没有 甚至于在它发动的当天 发动的当天 前面四个钟头也都还在盘下 让各位可以很轻松 很充容的做一个买进 而当时的股价在哪里 在132块 后来一发动 三天的时间 有没有 三天的时间直接供到了178块 三天的时间从132涨到178 涨到都被分盘交易 好 不过讲到分盘交易 我这边先预告了 我又一样 我讲在前面 这两四方标股 今天是分盘的第九天 换句话说 明天是分盘的最后一天 那只要分盘一结束 以它目前 我说它的股价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分盘一结束 有没有机会展开一波新的公式 这个机会是不是很大 你自己想 换句话说 在它分盘最后一天 也就是怎么样 也就是各位你要去掌握它第二波公式的最后的一个机会 所以没有跟上第一波的我们的四方标股 说这两股票我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开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想要掌握接下来的第二段的一个掌势的 你也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进来做个登记 不过要把握明天几乎也是一个最后买点 好 那除了我们刚讲的茂迪 除了我们刚讲的这个四方标股 你看 这些股票有没有都在起涨之前 就帮各位所掌握到的 那不管是茂迪 涨了37%也好 又或者我们的四方标股涨了35%也好 你在起涨前 连续的买进 重压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随着股价涨了三成也好 四成或者未来往五成七成八成 甚至于倍数在做挑战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真的能够赚得最多 这个才是真正的标股满天飞 你能够赚得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 而不是标股满天飞 结果你每一档股票都去追 我说过的追 纵使你敢追 你敢买几周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问你的第二个问题 看似标股满天飞 我请问你你买几周 你有没有跟我们一样 是连续的买进 在发动之前就连续的加码 连续的买进 发动只要一拉回 即便发动只要一拉回 我们逢低再买 我们这样一路买上去 你想想看 不管是贸底 不管是我们的私房标股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发动前就重压了 然后在发动的过程里面 只要有拉回 你都连续的在买 你说你的持股 是不是就集中在 这些有效率的股票上面 而非得这些有效率的股票 不管它涨三成五成 甚至于未来 可能八成一倍 因为你的股票 你的资金就是集中在这里 你是重压在这张股票上面 你告诉我 你会不会大赚 那如果说盘面这么多标股 结果你每次怎么样 你都买一张 买两张 你问道友 纵使这张股票 涨三成五成一倍 够标了吧 你买一张两张对你有帮助吗 你买一张两张 能够赚得了大钱吗 我说过多数人来股票市场 你不是为了赚加菜金 你也不是为了赚零用钱而来的 你必然都是为了累积你的财富 对不对 你原理一个梦想 你才想要进股市 否则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赚了加菜金 还搞得自己这么多的一个压力 何苦来栽呢 对不对 还不如去存定存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除了刚刚的茂迪 还有四方标股以外 你看这两张公准是不是也是一样 有没有在起涨之前 3月10号你看 有没有 明日明星产业发动前要先卡位 为什么是明日明星产业 最新最强的尖端科技 什么题材 就是低轨到卫星 你自己说嘛 是不是最新最强 过去有谁在跟你讲低轨到卫星 现在都很少人在提的 不要讲过去了 所以是不是最新最强 尤其我说世界大厂亚马逊也好 特斯拉都争相进入投入 而且这档公准更是台湾唯一一家打入北美市场 有没有 所以当时我说像这样的机会 像这样的股票未来必定会大涨 而既然未来必定会大涨 你一定要在它发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 所以你看3月10号 有没有 刚刚你也看到了 你需不需要追高 3月10号当时还在七字头 有没有 来3月11号会员买进3178公准 来3月11号 有没有 我们的首席会员甚至于直接叫你就买30张了 有没有 来3月11号 哪点低点在哪里 还在78 有没有 你需要追高吗 未来要大涨的股票 你发动前要买满买足 来 当时在这里连续的买进 后来一发动 你看你在七字头 连续的买进连续的加码 把你的资金集中在这里 后来一发动 因为你是起涨前买进 你敢不敢中押 你当然敢中押 还没有发动的股票 你还不敢中押 那什么股票你敢中押 难道涨了五成一倍的股票 你敢中押吗 那你看 当时你中押的股票 从七字头后来一发动 直接先涨到九字头 那从七字头涨到九字头 我说短线上涨了 对不对 你累积了将近有两三成的涨幅了 你不要贸然再来追了 我等拉回 我再带你买 有没有 后来果不其然从91块半 拉回到八字头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在3月23号 有没有 我说前一波你没跟上 我们趁拉回再买 来来来来 3月23号有没有 3178公准 空手的在这边买进 好不好买 上一次没跟上的趁拉回 留意买点 有没有在这里 甚至于3月25号 一样还在八字头 我们继续再买 来来来来 25号有没有 3178公准在这边加码买进 即将喷出 有没有 我有哪一次 我有哪一次带你去追那些 已经快涨停的股票 你自己说 或许多数人 都是看到什么股票在涨 然后匆匆忙忙 急急忙忙的 人家怎么做我管不着 这是人家的自由 这是人家的一个 所以他的习惯可能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个人不认同 我认为要在发动前 先卡位先布局 你在这边重压 随着股价一路从七字头涨到八字头 八字头变九字头 甚至于一口气 公到了106块半 你看涨多少 对不对 涨了将近四成 你买在发动之前 沿路加码买进 你是不是才是最大的赢家 否则你等到他 哇 涨停板了 赶快去追 你就在100以上的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50也好 100也好 500也好 这些关卡 基本上都要进入正道 即便在看好的股票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有可能会整理 既然有可能整理 我都不要你去冒这个险 对不对 要买就买在发动之前 反而来到这个位置 我是不是告诉你 如果你前面没有买上公准的 对不对 随着股价从7字头到100多块 除了远离我们成本以外 我说过100怎么样 也是一个要整理的一个格局 所以怎么样 你不要贸然去追 有没有 那怎么办 那会不会错过行情 我也不会让你错过行情 所以我说 你没有跟上公准的怎么样 我带你买什么 我带你买公准第二 有没有 为什么叫公准第二 同样是低轨道卫星 同样是低轨道卫星 而且怎么样 打入SpaceX的供应链 而且还是Starlink的一个概念场 而且最重要的 公准100多块的股价 结果它公准第二 结果50块钱都不到 你说像这样的股票 一发动 会不会马上向公准来做一个比价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档股票 来 我们刚也讲了 今天这档股票怎么样 已经涨停版了 上个礼拜就已经发动 差一档涨停版 所以我说过这个礼拜 它是最后的买点 那今天有没有如我所讲的 今天果然发动 涨停创新高 那今天开盘就是最后的一个买点 你掌握到了吗 好那我说过的 今天既然公准第二 已经在上个礼拜涨了9.9% 今天再涨10% 两天19.9% 远离我们成本 我今天会把它公开 到底是什么股票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立马让大家来揭晓 好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刚刚我们也跟各位提到了 今天盘面上涨停的加速将近80家 看似怎么样 设费标都能够赚钱的一个行情 但是有一句这么话 有一句话就这么说了 这是一句美国的一个艳语 他说十鸟再灵 你不如一鸟再手 哇 看到啊 整个森林里面都是鸟 结果没有一只是你的 有用吗 对不对 其实台湾话也有一句 很类似的话 叫什么 叫做满天专金条 你是要三不拔掉 你专金条 没链没链就拔掉 你是有好吗 只有握在手上的才是你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了 看似满天飞的标果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在取涨前 先卡位先布局 而且一档股票 你没有把你的资金集中在这里 你是买个一张两张的问倒油 算过这支股票 你去三三五三 去一杯 你能够真正赚多少 刚刚你也看到了 其实这也不是你刚刚才看到了 如果你认识我够久 这一路走过 现在没多久 三月以来的事情 三月九号的时间 到现在不到一个月了 从茂迪到公准 到什么 我们的私房标固 有哪一档 我是涨上来带你去追的 是不是都在发动之前 带你先卡位先布局 甚至于怎么样 这一档公准第二 因为当时公准涨上去了 从七字头涨到106 我说你不用追了 我带你买接下来准备要发动的 公准第二 也是公准接班人 有没有 因为有同样的题材 有没有 那你看 今天这档股票 有没有 如我预期的 今天怎么样 拉出涨低 我说今天就最后买一点 有没有 来 既然今天要揭开给各位 先来分享一下 我今天怎么告诉会员 4月6号今天 9点20分 恭喜全体会员 公准第二 3305声貌 我们一布局立马大涨 强攻涨停板 我们布局完立马大涨 强攻涨停板 同样具有低轨道卫星 同时又是信念计划 SpaceX重要的一个厂商 今年展望非常好 我们连买三天 会员持股全数获利续报 来先看 公准第二 3305来 是不是3305声貌 来 这里说连买三天 来 3月30 会员 我们出掉一档股票 我们资金转进3305的声貌 来 那一天好不好 好买你告诉我 不是在盘下 就是在平盘附近 我的这档股票要比较公准 发动钱 我们先买进 好不好买 3月30号 接着下来 3月31号 会员请买进公准第二 3305声貌 来 那一天好不好 对 这里刚刚忘了给你们看 对不对 这一档 是不是声貌 对不对 是不是声貌 来 到了3月31号 有没有 买进公准第二 来 趁拉回 逢黑买 赚更多 有没有 来 是不是声貌 是不是声貌 来 4月1号 会员请买进3305声貌 来 当天好不好买 好不好买 10点出头 10点出头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不是涨上去的 我叫你去追 你自己看时间 会员都对时对价 有没有 有没有在这里 还没有发动之前 待你连续三天买进 所以 你看 一档股票在今天 拉出涨停板之前 我们连续三天的买进 尤其你看 上个礼拜 已经怎么样 来 公准 有没有 已经涨了 差一档 涨了9 因为后来 这个是我们在 做这张字卡的时候 它涨9.48 收盘是涨了9.9% 有没有 你看 纵使盘面一堆标股 可是你看 你抓到一档 会大涨的股票 两天能够大 刚刚开始而已 能够两天大涨 19.9%的股票 你在它发动之前 先卡位 先布局 是不是 能够赚得最多 正所谓 我说过的 十鸟在铃 你不如一鸟在手 满天赚金 你就撒一条 你就贪了 对不对 那当然 今天已经 你看 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你自己看 42块 44块 今天来到哪里 今天已经来到 52块9 涨停板创新高 既然已经远离 我们的一个成本 我说过 你不建议 我不建议 你自己去追 那我没有怎么办 我说过股市里头 最可爱的地方 就是你随时随地 都能够重新开始 今天大盘创新高 我们的公准第二 生贸也创新高 所以今天怎么样 值得庆贺 所以我今天特别 怎么样 我特别推出一个 加玛里 这个加玛里 有什么特点 我只问各位 现在盘面上 最强的什么股票 是不是电子股 因为随着 整个美股的科技股 强谈 对不对 其中又以IC设计 怎么样 这些包含IP股 这边 绕起来是特别的凶悍 有没有 本一笔都拉高到 五六十倍 好 那这档加玛里 第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 当红炸子机 IC设计 另外亏转盈 你看 去年第三季 还是亏损的公司 到第四季 居然大赚九块多 你看这样的一个爆发力道 尤其近日 即将开放信用交易 你看这么多的一个特点 一旦标起来 是不是就会特别的凶悍 这是帮各位锁定的 全新的四月的标股 也是今天要给大家的 加玛里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通通都有 只要打电话进来 通通都有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审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注资料仰CI 那么观资料 它的真 해� lorsque 使用直接刷出 稍等